阿凡,咱们哥俩好久不见了 这么久了,你小子也不回江北市看看 高叔和阿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战神殿 我可没有邀请亲朋好友来观礼 抱歉,本来准备过段时间就回去 了解了解,我不久前通过拥冰工会的朋友 听说了你的近况 听那朋友说,你在亲邻室拥冰工会困得相当不错 情况,亲邻室啊 看来阿伟对我的情况并不那么了解 高叔,好久不见,你身体还好吗 我好得很,倒是你小子,变了很多啊 真的长大了 时间差不多了 这位是李燕,我二叔 我们这次过来就是给我二叔的战神资格认证,关李加油的 哦,是李燕说啊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 难怪阿伟高叔回来战神殿 学来如此 这是李燕说的气息 小凡,你过来战神殿是拥冰工会的事物 哦,其实我也是来进行资格认证的 小凡,这么久没见,你变幽默了 哈哈,我说的是实话 凡,先生,那边快开始了,请和我过去 那么,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阿伟,江北市的困境,你怎么不对小凡说 江北市面临的困难,唯有战神强者才能解决 说给阿凡听,只会徒遭他的烦恼 是的,现在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到李燕先生身上了 凡先生,会长让我带话,待会儿资格认证的时候,不要暴露全部实力,能够通过就好 因为战神殿的殿主,最喜欢争夺别的实力天才,会长担心 好,我明白 如果,参加战神资格认证的能处,还真不少 华国南部江北市 李燕,您投机取巧,不用一宝突破 真实战力为准战神剑,资格认证,失败 准战神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能失败啊 之前就感应,李燕说的气息不太对 距离真正的战神剑,还有一段距离 只是,李燕说的年龄上的老百,为何要采取这种方式 下一位,走凡 我没看错吧,那人是来进行战神资格认证的,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 也可能是那人看起来脸呢,怎么可能有二十来岁的新晋战神 气死我了,参加战神资格认证的这些家伙,要么普普通通,要么投机取巧突破 叶主大人,这样的情况也是世出有焉 各个城市,为了有战神强者作证,都想尽了办法 二十岁,才参加战神资格认证 真的假的 快查,我要立刻知道这年轻人的所有信息 是,叶主大人 叶主大人,查到了 啊,佣兵公会,做凡 我就说佣兵会长那老头的,怎么会来我这儿,全来如此啊 这老头狡猾得很呢 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 叶主大人慢走 啊,你好,我来参加战神资格认证 你,等会儿啊,我看看,你,这,你的年龄是二十岁,没听错吧 没错,我刚买二十岁 确实,正如叶姐所说,二十岁的战神级强者,这一消息传出去,会引起极大的动动 啊,资格认证何时开始,还需要确认什么信息吗 啊,不用确认,就是凡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有专人来负责认证 嘿嘿,拥兵公会的左凡吗 我是负责你的战神资格认证的专员 啊,资格认证何时开始,还需要确认什么信息吗 啊,不用确认,就是凡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有专人来负责认证 嘿嘿,拥兵公会的左凡吗 我是负责你的战神资格认证的专员 这人的气息尽力,看不出实力深情 但是,有种异常危险的感觉,连感知也探测不到,这人是高级战神 做盘,战神资格认证的流程很简单,展现一下机身战神后获得的能力吧 即身战神后获得的能力,是燃剑之一 不过,会长说不能展现真正的实力,那就尝试薛姐你 啊,好,这是我的秘密 这,剑之领域,战神将军中,最具杀伤力的领域之一 虽说这剑之领域还未完全成熟,但是,也能证明前列 而且是只有二十岁的战神进行程,用来的成就,真是能力不了 总盘,接下来的认证,就是测试一下你对自身能力的控制力 呃,资格认证还有这一步吗 资格认证,不是说展现领域就好了吗 难道我压制实力太多,没有达到战神资格认证的标准 啊,好的 来吧,只要在这具人偶身上,留下一道痕迹,就算通过认证了 战神之力是真话,这人,果然是高级战神 好的,我试试 这样,应该是通过认证了 啊,当然,左凡先生,哦,不,左凡战神,你已经通过战神资格认证了 啊,那我走了 哦,燕主大人,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战神资格认证中,能将你凝聚的人楼上留下一道痕迹的 哦,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左凡刚才没有动用权力,他瞒不过我的眼镜,他保留了相当的实力,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佣兵会长那老头的定处 哦,这么出色的年轻人,应该加入我们战神殿 人家年轻人出来了,他通过战神资格认证了 哦,不会吧 董凡先生,恭喜您通过认证,会长大人在那边等你 啊,谢谢 我先和江北市的朋友打个招呼,再过去见会长 南部的江北市 是,那个马上要被除名的城市啊 江北市为何被除名,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对不起大家,我认证失败了,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久之后,咱们江北市要被除名,整个城市的人们都要迁徙 咱们还有一点时间,会找到办法的 等就江北市 哼,痴人说梦 要我说,江北市这样的小弟吗,怎么就该除名 为咱们南部省点资源 扎瑞广,江北市不仅是你的故乡,还将你培养成战将 你成为战神后,不来坐镇江北也就算了,竟然还这样大放厥词 江秦泽沐而期 我离开江北市,那是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都是你,李燕 当初,一起特训的星云战士中 你一直是佼佼者,立成战神的天才 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到底如何 李燕,我也要替家乡布老好好教训你这混蛋 李燕,这就是你现在的实力,真是星云战神的实力吗 哦,你忘了,你压根没通过战神认证 杀瑞光,你个小人 燕叔,你没事吧 你,小凡 阿凡 老叔,我听说了江北市的事情 燕叔,接下来的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小凡,我知道你很出色 但是,杀瑞光这家伙,是星云战神 放心,燕叔,我有分子 小凡,你的力量 哦,等他,你也是江北市的,速度很快 看不出来,江北市这些年,又出了一个不错的人才 你燕叔的天分,再过境,必定能击身战神 我们回 Licht 上�份 另一样 helping Putian 那么钻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